好的 广告回来 欢迎进入到我们现在这个卧三的这个娱乐秀 呃 因为为什么叫这个是卧三娱乐秀呢 因为最近我看到游空间有朋友留言说他能不能想看一下 就是不死族的用 酷鲁海的酷鲁海的这样一个战术 确实可能很久大家都没有在各种视频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战术了 而我自己本身呢又不是不死族的一个种族 但是用下这个战术玩上一下的话 我觉得还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我就决定录制这样一场视频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而且决定放在和这个Dota视频放在一块呢 是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玩Dota的人可能很久都没有 可能很久都没有玩这个solo了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大家 嗯 没事的话可以看一下solo的视频 然后因为solo视频还是蛮精彩的 毕竟和Dota大家都是比较相似游戏 然后有空的话也可以玩玩solo 然后带动一下solo的气氛 呃 这样也是不错的 好 这边我既然决定要用骷髅海了 肯定就是一个娱乐性质比较强的一个视频了 因为毕竟优地不是我的第一种族 呃 就是我想说的还是老话 就是打的 呃 怎么说呢 呃 打的比我好的请勿吐槽 但是我也相信就是可能solo里面打的比我好的能看我视频的人就没多少了 这边我是不害怕的 啊 这边建筑的格局上呢 因为太久没用UOD了 我是把这个BC放在了里面 把两个这个通灵塔 是放在了这个紧跟着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这样造呢 是为了能够堵住路口 然后把商店也靠在了比较里面 呃 但是 我总觉得这个这个格局有点不太对 但是哪不太对 现在还说不上来 就先不谈这个 然后以后因为为了防止 因为我对手还是蛮强的 我特意去选了一个OS16级的一个人组 这个人还是16级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了 一般都是能打到省级比赛 我觉得拿个冠军什么的 有些时候可能都有机会了 然后这边是 我对手问了一下会不会做视频 然后这边我说会做的 然后这边是我首发的DK 但是啊果然是用UG 果然就前面就犯个失误 忘了买骷髅棒了 这骷髅棒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看到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往上来先把他A掉 然后对手嘛 首发大法师肯定是离开门口的小海龟 311的这个小海龟 然后这边A一下 再A一下 把农民打到100血以下 然后就可以死亡残咬C他了 看一下98血 然后C一下 然后我是改过快捷键的 然后这边就是两个骷髅 然后分别分开 然后看一下对手是在哪里埋伏 然后加他们自己变上一个冰塔 以防止万一这个人组来我家杀农民 然后找了一下没找到 没找到 看到福特曼过去了 那么对手多半是练另外一个小海龟了 那么这边我就不管了 我就 骷髅来 他练我家门口的海龟了 这个太有气势了 他刚刚故隐 富特曼往那边走 骗了我一下 我不管这边是来跟他骚扰一下 这边打一个双线 这对我加骚扰 但这个DK进来有点危险的呀 他把所有的明明都变了 我赶紧出来赶紧出来 万一被围了就不好了 有一个红血 红的不能再红的狗 这边我终于想到为什么 我这个BA造的外面不好了 因为这个BA已经超出了我这个 塔的保护范围了 那么现在对手 就能一直拆我这个祭坛了 有点郁闷的 但没办法 这边是死亡残扰 加上这个骷髅棒 然后不断的骚扰对手 加上用狗来抵挡他的骚扰 然后放上一个坟场 在这里卡住个位置 省得他以后围我 然后在这里多杀几个农民 赶紧 哎没出去 一不小心就被这个坑爹的富泰曼 就把我给围起来了 但是这边DK没磨了 也没血了 回收了没用 那么就干脆让DK死掉好了 反正也没到二级 刚好看来经验差一点点到二级 这边有狗 围下大法师 然后一心换围下 这应该是围到了 哎 有点奇怪的呀 大家看视频上 刚刚应该也是围到 这个大法师居然能卡出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bug 这个肯定刚刚是围到了呀 但是居然还出来了 前面看来我的对手是不准备让我好好地发展 没关系 这些狗可以来抵挡下是没问题的 然后两个农民维修下 DK也要出来了 然后撕一下 这个农民这个差一下 因为他一百多点血一下 撕不死的一百血才能撕一死 然后这个人族是有基本功能呀 卡位卡了我两下 没有继续卡了 然后撕一下 然后二级 然后升光环 现在先放上一个BH 因为要出车子 给以后的南乌的骷髅海 南乌骷髅来加点魔法的 前面打的还是很激烈的呀 有来有回 这个人族跟我的第四种族 其实优帝只能算我的第四种族了 我觉得我最强的肯定是人族 然后其次强的是暗夜 再强一点的是兽族 然后最后才是优帝 这边优帝是用的比较少呀 单位有点少 为人不太好为 然后开始等木头放上两个BT 也就是不死族的神庙 有点缺木 前面狗用的有点多了 然后再去骷髅 变出来两个骷髅 然后去对手家里面 侦查一下牵制下 现在这个对手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用一个什么打法 因为我的两个 因为我是前面是中规中矩的 放了一个BH 他肯定觉得我是常规打法 但是他只要后面不侦查我的话 他不看到我两个寺庙的话 他肯定就会想不到我用骷髅海 这边我再发上了另外一个寺庙 然后这边继续扫对手 给对手一假象 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常规打法 其实呢 我不是一个常规打法 哇 他直接TP了 这个用不着吧 直接TP 那我就赶紧走 果然是差一点 就被他卡住了 哇 但是这个人足还是很犀利的呀 TP之后 直接MK一个锤子就把我围了起来 然后我想用死亡缠绕打开一个缺口走了出来 但是发现打了半天 那个Footman没死掉 那么我只能TP了 因为现在是二级的 二级的DK了 万一死掉的话 自己就比较郁闷了 这两个骷髅 这个消失的时间 让我有点郁闷呀 如果再晚一点消失 就可以收掉一个 红血的Footman和一个 超级红血的农民了 我现在 南屋已经在造了 富士多南屋 但是我需要MF掉一个地方 然后再决定去对手家 开始我的骷髅海的这个大忌 然后看到那个红血的Footman了 这时候也是第一时间拉了开来 然后这边MF这里 然后因为刚刚怪物先打我的小狗了 那个红血小狗我A了下自己 然后这边MF就尽量让自己不要死掉 任何一个小狗 因为有车子可以加回来 然后你看到哪个小狗 损血比较多的时候 A下自己血比较多的小狗 就A下其他单位就可以转移仇恨 刀上里面也是有这样的 英雄A小兵在塔下转移仇恨 因为塔的智商和怪物的智商 所有里面怪物的智商AI是一样的 两个男巫了 一个车子 这样一个组合 然后男巫不断的造 然后车子不断造 集结点设在DK身上 然后我的大军行军的计划就要来了 马上骷髅海大军就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车子刚刚没有编上队 一队已经编不下了 这个16级的人族现在应该也是看到了 我用出了这么多男巫 用骷髅海这个战术 然后他表示压力好大呀 打了一个酷笑不得的脸 它是一个常规的 常规的福特曼加火箱的一个战术 这个战术也还好 他肯定是有男巫的 这个 那么我要趁着他男巫去赞没有生好之前 然后这一波来 这个战术也是送给那些 在视频里面空间里面对我有要求说 想看看骷髅海的那些朋友们 也希望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大家可以看着开心 哦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用上一下 这个战术的话 大家如果 如果别人要刻意防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好防不是那么好打下来 但这盘呢 我这个对手看来是没有刻意的防守 但没有关系了 打的就是你刻意的不防守 茫茫多的这个骷髅已经上来了 可能在DOTA里面 大家肯定看不到这样一个场景 那在SOLO里面 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这么多男巫 不断的 就说只要有尸体的地方 就能变出来骷髅 这边我的DK是被围了起来 但是没有关系了 我跟你对拼了 拼了我也不TP了 这一波就A过来 我只要有男巫就行 然后不断的变骷髅 不断的平地而起 两个作战单位 再次不断的释放 只要你死 那我就不断的放骷髅 哇 这场面太壮观了 前面是各种优地的大军 这个亡灵族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然后两个车子在旁边不断的夹磨 然后一堆骷髅 麻蒙多的骷髅 杀入了人族的大军 人族的部队里面 人族的基地 这个MK被围了起来 MK要死掉了吧 MK直接被骷髅给打死了 这个战术还是蛮有意思的 看来以后有空 没事的话 还是可以多用一下比较奇葩的一些战术 然后继续不断的放骷髅 没有英雄也可以打的 因为毕竟部队是比较多的 好像没有尸体了呀 有点尴尬的 这个人族居然还没有把农民给拉走 他现在其实每死一个农民 而且我每死一个小狗都是我自己的尸体 好对手打说奇迹 也谢谢大家今天观看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